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,在小编印象里,风俗奇特,且让人印象深刻的,就要数日本了。 毕竟好歹也是被评价为脑洞最清奇的国家,尤其是日本的奇珠大赛,光是这主题就够优秀了,要是看到比赛内容,估计有不少小伙伴都会忍不住小出猪叫声。 在日本有很多奇怪的地方风俗,比如说日本的婚俗,会让女性把牙齿涂黑,穿上一身白举行婚礼,这样是笑起来新郎不得吓着背过气去。 不过这倒还好,估计也就对我们来说不太好理解,但是在日本,爱元县盛行这么一种不光听着奇葩,过程更是欢快到不行的奇珠大赛。 据了解这还是日本的一项传统运动,不过由于爱元县,这一带养猪场较多,所以奇珠大赛大多是在当地举行,每年比赛都会吸引许多观众前去抢坐。 不过也有小伙伴觉得,猪那么喜欢在泥巴里打滚,而且体位又重,人这么骑上去真的没事吗? 其实真要这么直接骑上去选手们心里肯定100个不乐意,不过在比赛之前,工作人员都会把猪从头到尾清醒一遍,让他们干干净净的上场。 比赛规则就像骑牛大赛一样,要求选手在猪身上待足够长的时间,但看到骑着又没体力又嗷嗷叫着横冲直撞的小猪,小编突然发现,原来比赛的重点并不是规则里写的那些,而是为了看选手会以什么样的姿势摔下来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。